南韩的SKA生技公司成功研发出南韩第一款国产疫苗 就在今天正式通过了南韩食品医药品的安全处核准 而且防护力是比AZ疫苗高出2.9倍 南韩本土的这个企业有自行研发制造生产 这一款国产的新冠疫苗GBP510 跟台湾的高端疫苗都是属于重组蛋白的疫苗 产生的副作用比较低 主要的施打对象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 可以作为第一或第二剂的疫苗施打 将来如果完成针对作用加强剂的有效性 安全性临床试验之后 也希望可以作为第三第四剂的接种 好另外是日本东京雨田机场 往返南韩首尔金埔机场的航线 疫情爆发以来就断航了 时隔两年三个月之后终于在今天复飞 第一批抵达金埔机场的日本旅客 也受到南韩民众的热烈欢迎 义田金埔航线是最靠近两国首都圈 因此是很多旅客都会选用的航线之一 只要到旺季这搭乘率都是百分之九十八 而这次复飞也是备受旅游业者们的关注 希望可以刺激两国之间的观光与交流 不过南韩媒体也指出说 日本尚未开放自由行这个背包客观光入境 如果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航线来让经济复苏 那么恐怕还需要再等等了 旺旺水城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它能够真的帮助你做好环境跟物品的薪销 那像我们中天全天摄影棚 都是不停的以水绳雾化器来喷这个水绳 保持整个空气的安全 那随时喷的话水绳水手喷这个部分也非常适合 去哪里买呢都可以到快点购